今天講前面的故事是哪一隻呢? 講中海油田服務 用平均線來看,10天、20天、50天、100天,其實都穿了 過去幾天明顯有些向好勢頭,升穿了所有 顯示出來的所有平均線,10天、20天、50天、100天都穿了 成交都算不錯,都有一些輕微的增加 這陣子成交都難難可貴,因為整個市的成交一直保持比較低的水平 投資者的買賣意欲都不強,現在看到它就破了 所以成交又增加了,都是不錯的 這就是平均線來看,與此同時,你看回形態 它其實都可以畫到很多市 這裏就是一條,可以畫一條 再畫第二條 再畫第三條 穿了三條,穿了三條 換言之,如果有看過技術分析的朋友 都知道這個叫什麼,線型走勢 穿三條就是線型走勢 而且穿了三條之外,還要破了這個 這個橫行區的時候,其中一個前浪頂阻力 破了,這個前浪頂阻力大概是7.6度 穿了,現在站在上面 當然最好呢,破了這個,真的完全狂凝 就是8.1,完全確定線型走勢成立 但是現在,這兩天的走勢,這兩天 昨天,第一天,今天第二天,連續兩天 又站在這個前浪頂之前 大致上,線型走勢成立 所以,技術走勢來說是偏好 如果,比較多線,先按走它,不會太多線 對,清楚一點,先按走平均線 可以等待,再放一條線去 技術走勢向好,可以駁下去 轉線整勢之後再沖一層,彈得比較高水平 讓它回軟,升兩天之後 一個回軟,考驗前浪頂支持的時候 大概是7.6度 有一個短線操作,薄它 回軟之後再升,做一個比較高水平 如果突破這個位,當然下級主要阻力就是這個 8.1度,如果破了這個位,可能去到這些位才是比較大的阻力 所以都是有上升空間的,有得期待一下 如果指示位可以放哪裏呢?可以放這個 電浪底的支持 7.2度,甚至這些 6.9度,6.8度,6.9度 這些作為指示位,駁下去 先試8.1度 再試高一點去到9.7度 所以操作是這樣 當然,這隻股份 和我支持提供的股份來計 它現價的市值不算便宜 105倍B,根據這些報警機 只不過,它現在預期指示率可以降到10倍 換言之,上一份的業績就一般 但是接下來 估計都重回正軌 有機會降到10倍,10倍是合理一點 息率不算吸引,兩來幾 現在現價兩來三 一般估計去到兩來七 它都不覺不失 那隻股份不算太貴 但是不是很吸引的水平 但是技術走勢偏好 所以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去看一看 去看一看這隻股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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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